为了完善精神病人护送就医机制 华联县议会保安小组召开了完善精神病人护送就医现场评估机制的专案会议 县员吴东森表示因为精神病人护送就医评估机制流程及处置 经常被民众成情不满还有困惑 希望给予精神病患和照顾家属更多的社会支持 欢迎县议会召开完善精神病人护送就医现场评估机制专案小组会议 有先言吴东森主持 希望通过这次跨局处的专案会议 可以在将来精神病人护送就医的时候 现场评估机制可以更加的完善 会当中了解护送就医过程中的局处手掌所遭遇的困难 以及需要协助的地方 希望减轻第一线人员的评估压力 正对社区愈利的精神病人尽量协助个案送医 有警察人员安定现场 有效仿人员护送就医 由卫生局评估病人的状况 社会处也希望评估时考量家属的安全 以及参考社工所提出的意见 大家一起努力完善精神病人护送就医的机制 这些平常卫生局的部分还有call center就是中央的部分都可以全力来协助 那更要卫生局这边也特别提到要感谢我们的警察消防 警察的部分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将我们的现场先让他稳定下来 那消防的部分可以协助未来是否决定要不要送医还是后面的流程 这些卫生局都相当的肯定 那日后卫生局也会更加强他自己是否要判断送医的过程 这些卫生局都会来做到 但是由于社会处我们社工平常就将这些追踪的对象十分清楚他的个性 跟他可能会不会爆发伤害的临界点 所以也请我们的消防还有警察也要听从也要了解 联络社工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不是有暴力的倾向 甚至如果说经现场评估没有办法去做到还没有达到要送医 强势送医的程度的话 警消也要争取一些时间 让这些家属还有病患的情绪更加的稳定 这样也会让社工跟家属在安全的方面有更加的保障 吴东森表示 是唯有家属、警消、卫生、摄政等人及24小时精神医疗紧急处置 线上咨询服务 049-2255-1010各单位通力合作 协助判断患者是否有紧急就业的需求 精神病患以及家属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置 提升整个社会安全的网络 记得就欢迎华特朗